而在海外呢 像是慈濟 人文学校必须借用的是一般学校的教室 在马来西亚 槟城 这一所明德小学 每个月两次就提供教室 让慈濟双西大年人文学校来进行亲子教育课程 当然也有回馈 热闹的室内义卖会 欢笑满场 但垃圾可不能满天飞 慈濟志工受邀到校 负起环保回收的教育重责 桌上有标语 场外有分门别类的回收桶 尽量减少活动垃圾量 转化成资源 学生们做分类 纸张 塑胶 再循环 地球已经生病了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这些学生 让他们懂得环保的意思 让他们懂得分类 从环保分类 健康蔬食 节约能源 来维护地球的平衡 都在一面之间 待新闻真上的志工江春福 马来西亚报导